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放大到了108亿元 好 那么在期货市场的关心 今天期货市场的行情非常震荡 一开始是数数下降 不过很快的是油黑翻红了 因此在这么震荡的行情 究竟期货操作应该要怎么做呢 现场为你请到专家 永诚国际头部的韦国险老师 韦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同志大家午安 确实我们看到今天期货震荡幅度很大 但是其实逆价差也来到了32点 所以说大家就说 今天期货看起来是先跌波 现货是涨一下 那中场最后是没有差多少 看起来这个行情似乎还是很震荡 所以操作上是不是要更多技巧呢 韦老师 是啊 各位今天这个盘 其实震荡幅度算大的 非常大 所以各位一般来讲 这个期货说真的 要是当天震荡幅度大的话 如果你操作得对 操作得好的话 一天要赚个几十点 一百点 是很容易 但是花桌回来 如果你做错的话 要赔也是很快 那今天这个盘 就刚好是一把刀两面光了 现在刚才刚好是说 长期要大才可以大赚 但也能搭配 对不对 各位说真的啦 其实做期货的投资人都知道 盘市千万不要每一天 黏在那个地方 下腹震荡 对对对 不要一天三四十点那边晃 幅度啊 震荡幅度就是大 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 因为震荡幅度越大 你每天赚钱的机会 才越多 对不对 但是当然一句话 震荡幅度大 你赚钱的机会大 但是你不要做错就好 但是想到这个地方 问题就来了 那今天很多人 做对还是做错 这就是问题了 昨天刀琼跌了一百九十点 对不对 快两百点 快两百点 这一开盘 我们可以说是先反应 因为跌很深 对 好 那问题就来了 因为昨天刀琼跌了一百九十点 既然旗子跳根往下开 是 那你既然跳根往下开以后 那你怎么反应 你今天做了什么动作 到底要做空还做空 对 对 对 讲到重点了 好 那今天开盘以后 你怎么办 观望吗 还是做空呢 还是做多呢 来 开盘以后 懂 跌下去了 对 那问题是 来我站这里 这样 比较清楚 对 那个问题 那今天开盘 这样跳空跌下去以后 那我请问你 再来 这个盘到这个地方 晃一晃晃一晃 会不会继续往下杀 这就是今天 你最关心的就是 这个盘来回这样 震荡一下之后 对不对 那到底这个盘 后面要上去 还是在这个地方 会不会往下继续杀 所以各位 今天开盘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是不敢做多的 因为你怕你做多以后 哇 美股跌那个样子 对不对 如果不能给你杀下去的话 那你做多 但不是跌了 对不对 所以 加在最高点 对 所以各位 今天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 你是观望 你不敢去做多 因为你怕跌下去 各位问题是 如果今天开盘 在这个地方 你是观望 而不敢做多的话 那各位 那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你昨天 有没有打电话进来 问今天的 大盘关键点位 如果你昨天 有打电话进来 问今天关键点位的话 那各位 等等我们看 昨天强势预判 已经算出来 今天低点在什么地方 好 来 今天低点在哪里 今天最一点 叫做9601 对不对 各位 今天最一点叫做9601 好 9601 来来来 9601 那各位 那今天盘 杀到9601 你知不知道 那个地方该做多 这就是关键了 对啊 好 各位 如果说你不知道 老师那个盘 那样杀9601 一下都吓死了 对不对 谁敢去做多 好 各位 如果今天盘 杀9601 你不敢做多的话 来 那我们先看一个东西 叫做强势预判 那各位 那强势预判 强势预判 你晓不晓得 昨天 在收盘的时候 那各位 强势预判 已经算出来 今天 那个关键点位 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各位 你昨天 有没有打电话进来问 好 那如果说 你没有打电话 进来问的话 那你现在再看一看 你绝对很后悔 各位 来 我们看吧 昨天 昨天 在收盘的时候 强势预判 已经算出来 今天 下挡在什么地方 最低在 9596 今天最终点 虽然说没有打到9596 今天最终点 是在9601 但是各位 意思到了吧 也就是说 你看这个数字 你都知道 那9600复兴的话 应该就自身所在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虽然说今天最低 没有打到9596 但重点是 如果你今天在开盘 之前的时候 你知道说 反正对不对 韦老师 那个强势预判 已经算出来说 反正最差最差 9596 所以各位 当今天这盘开低 哇 来到9601 这附近的时候 我说真的了 对不对 各位 你用眼睛看都知道说 那这个地方 跌不下去了 因为重点是你看 不单今天这盘一杀 为什么来到 9600这个附近 因为支撑 昨天已经算到9596了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 来你看今天大户 那各位看到了吗 今天一开盘 有 各位 微国庆 这个独一 我的大户 多听到指标 今天测出来什么东西 做多 对 大户是直接做 对不对 大户是直接做多 好的 我们对了两个一起看 那各位 那重点就来了 今天开盘 第一个 既然指数 对不对 既然指数打回到 强势预判 那个破断支撑的 那个位置 重点是 大户是开始做多 那各位 我请问你了 打到支撑 大户再做多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这个地方 就是你今天做期货 该做多的位置 我的意思说各位 既然对不对 人家大户 到这个地方都知道 该做多了 那你不做多吗 这个逻辑就这么简单而已 你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各位 你自己看 所以今天如果开盘 要是你不敢做多的话 你先看 原来回老师 你的支撑 在九五九 支撑在那 支撑在那 支撑就在那个地方 大户一开盘就开始做多 那各位 你看 今天这盘来回震荡 各位 高低降近一百点 降近一百点 各位如果今天 这种盘 要是你都赚不到的话 各位 我说真的了 我不晓得你来 齐温市场要做什么东西 这话讲起来是很不好听 但是我说的很实在 不是吗 各位 各位 微博信每一天每一天 都希望你能够赚到大钱 都希望你 你因为有看到大升仙机 你知道 因为你每天 对不对 你有看微博信 大户多空间道指标 你有看强势预判 你知道一天的高低 你在什么地方 那问题是各位 你昨天 要是你没有打电话 进来问关键点位的话 那今天就怕生 而且各位你自己看 不要说别的了 除了昨天 已经知道说 资政在9596之外 各位你自己看 今天在8点50分的时候 我还继续发口讯 在提醒会员 在讲什么东西 你自己看 各位8点50分 强势预判破的资政 9596 我刚刚跟你讲过了 所以指数 跳过来看之后 反正对不对 整数就是9600 所以下档 就看9600到9596 各位懂这意思吗 8点50分 我在讲这个东西 而且各位 今天最低点 对不对 我们的9601 我的意思是说 说真的对不对 为什么威国庆 每一天都可以领先 全市场上 很快的就把当天的 关键点位 直接告诉会员 我说各位 因为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说重点就说 因为各位 因为威国庆 能够发展出来 这么强的指标 叫做强势预判 强势预判 我再讲各位 什么叫强势预判 我们来看吧 各位 今天对不对 我们先回去讲SOP好了 来各位 你自己看 今天的盘 如果你觉得难操作的话 那你 现在请你看一看 真正对不对 每一天 透过威国庆的SOP 如果你觉得今天难的话 反过来看 今天如果说 你已经有在看 威国庆的大货多空 那条指标 你有看强势预判的话 今天这个盘要做多 是多么的容易 第一个 我问你 今天大货做多还是做空 做多 做多对 刚才你看到一整天都在 一开完就直接做多 今天大货不单做多 而且那个做多的力道 有没有穿过那个白色区间 有 所以今天大货做多 而且做多的力道够强 所以今天是一个趋势盘 各位 我就一再跟你讲 什么叫做趋势盘 一天的高低点 最少七八十点以上 多是上百点以上 那叫做趋势盘嘛 而且各位 你做当冲 就是要把握那种 当天是个趋势盘 好好的大赚那一笔 对不对 好了 所以如果今天开完 你不敢做多的话 你先一看 哇 好可惜 原来今天韦老师 对不对 大货只要一测 大货做多 而且力道远远的 就过了那个区间的 那个位置 所以各位 一开完我就知道 对不对 微信混也知道说 今天大货在做多 又是个趋势盘 那今天做多的话 赶快赚 好 第三个 既然大货 透过大货只要 已经知道说 今天做多 而且是个趋势盘的话 再来对不对 今天哪里可以开始做多 但这个我先套过去一下 我先把第四个讲完 抢属盘 对不对 想想给 昨天都算出来了 今天的第一点 在9596 意思就是说 它不就在9000楼 那个地方就对了 这是为什么 对不对 一开盘我就跟会员讲 今天对不对 下挡自身看哪里 我们的9600这个地方 各位 取个整数一看就知道 今天最低点9601 所以各位 对不对 我一直讲各位 每一天 各位你期货 你想做得好 你想赚大钱 你一定要好好的 遵循为国 现在那个SOP 大货今天做多 力道很强 强势预判 昨天就算出来 今天的第一点 在9695那个地方 好 知道对不对 那今天 进入实际操作的话 那今天箭头 在哪里跟大货有同像 来看吧 今天开盘以后 得不来 我跟各位讲 今天如果开盘 要是你没做多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跟你讲什么 对啊 各位你自己看 看到了吗 这是今天 开盘以后 大货 刚才讲过了一杯 因为大货开盘就直接做多 对 大货做多 今天在当从哪里开始做 9623在这个地方 箭头开始翻多了 箭头翻多 大货做多 两者同像 那我请问你 你该做什么动作 做多啊 赶快做啊 试驾敲啊 随便敲啊 对就敲啊 随便敲都赚 对对 因为人家大货多 在做多 那你不做多吗 各位 我一再跟你讲 个很简单的观念 各位维国心 为什么要开发出 大货这种 这么厉害的大货多 跟人家的指标 就是每一天 要告诉我的会员 对不对 到底今天这个行情 到底啊 人家主力大货 在做哪一边吗 如果大货在做空 你就好好的做空就对了 对不对 大货在做多 你就赶快做多就对了 就这么简单 好 今天一开盘 9623建筑翻多 大货做多 两者同像 赶快做多 砰就冲上去了 一冲冲到9665 哇 光第一波又超过40点了 那各位 你说这盘 你说这样起火好不好做 太简单 第一波已经超过40点了 好 冲上去以后 9665翻了一个空 大货有没有做空 没做空 两者不同像 那不同像的话怎么办 我讲过了嘛 如果你是做的 稳健保守型的话 对不对 你空单不要做都没关系 把多单获利了结一趟 就可以了 那这样都已经超过40点的话 这已经很赞了 对不对 好 反过来讲 如果你是个积极型的操作者 什么叫进操作者 10点 20点 你都要赚的话 好了 你就做吧 对不对 20点设个停损就好了 好 65翻空以后 果然也杀下去了 后来之后 在9655 在这个地方 重新开始翻多 又来了 建筑翻多 大货坐哪一边 多 两者有没有同像 有 怎么办 赶快坐 再坐 对 这就是今天第二趟 做多的位置 东西就给你冲上去 一冲就冲到9690去了 对 这一波上去 对 又是40多点 好 后来 到了后面的时候 9685翻个空 大货有没有做空 没做空 两者不同像 怎么办 如果你做得稳健的话 把第二趟多单 就获利了结掉 各位 今天光是两趟多单 多少 已经80多点了 各位 我请问你 这样子够不够 我讲各位 这样已经太够了 各位 今天人家贵 事实上今天一堆的人 焦头烂额 开盘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不对 一看美股 美股 到这点跌190点 想说空哦 一空就上去了 今天好多人做 可能被嘎得稀里哗啦 今天有两种人最可惜 开盘可以做多 而你不知道该做多 今天的盘 对不对 各位你自己看哦 因为今天一整天 大货的力道都算很强哦 所以如果你还去 跑去放空的话 那各位 我说真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 因为今天的盘队啊 急拉就有急杀 很多人在这一段 跑去放空哦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问题是 你空也没关系啊 就算你放空 你要知道说 哇 哪里开始翻多 大货还在做多咧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看呢 今天 维国庆证会员 透过强势当冲 透过大货指标 你看到没有 不要多 不要多了 就不要说什么 就两趟多单 都八十几点 今天你做当冲 你赚了几点 今天你的胆功外软体 在哪里 才开始带你做多 在哪里 又把你扒得稀里哗啦 我说各位 你好好都比较比较看嘛 对不对 我说各位 每一天每天 各位哦 这种东西是一翻两顿眼 好 重点是 各位你看 后来 9685翻空之后 后面的盘还往他这冲 冲到九几去 但重点是看 后面对不对 稀里花了还是回来 我的意思说 各位 假如你这个比较属于 喜欢冲来冲去的话 积极型的操作者 今天如果说两个空 那你也去做的话 还不让你又多个三十几点 各位 今天这样来的会已经上百点以上了 你知道吗 但这个我说过了 对我们不要讨论到今天 因为今天大户在做多 我不跟你讨论做空 我只跟你讲 做就两笔多单好了 各位都已经八九十点了 都已经八九十点了 你说你说各位 你说你说各位 透过微国庆对不对 箭头跟大户指标的两者 同向操作 我请问你 做期货有多简单 对 全部全 全台湾期货市场上 还有谁 可以发展出 比微国庆更简单 更精确的操作方式 我跟各位讲 做期货只有一个规则 箭头跟大户 哪里有两者同向 有同向都是盘中的 最好的一段 各位 这个SOP你天天看 你天天看 你天天看 但问题是 你跟上脚步了没有 你开始跟上脚步没有 各位 如果说你到今天 你还只是在观望的话 不好意思 各位 今天一整天 快一百点的行情 你又这样让它飞掉而已 不是吗 那你明天 你还继续观望吗 那你继续等了 我跟各位讲 我说各位 每一天的行情 对不对 因为大盘目前在这个地方 我一直跟你讲 因为目前台股 你说老师 为什么最近这个盘 都正来正去 也不涨也不跌 我说很简单 因为我一直跟你讲 各位 因为现在整个台股 在结构上 它就处在一个 上面有压力 下面有支撑 就在这个区间里面 就在那里来回震荡 既然目前的局面 是个区间盘来回震荡 那你更要把 每天的当重掌握好 对不对 这种逻辑你都懂 既然这个地方 要把当重掌握好的话 那我说各位 那每天对不对 不就是这个东西而已吗 透过当重 透过当重 箭头跟大户 哪里同向 箭头跟大户 哪里同向 就这样做而已 那昨天还不是一样吗 昨天的盘 对不对 开盘以后 来各位 我把两天都拉出来给你看 记不记得昨天 昨天开盘以后 一开盘 当重9637 箭头翻多 昨天不是前半段 大户是在做多吗 昨天一开盘 箭头翻多 大户做多 两者同向 赶快做嘛 第一波又冲了40多点上去 后来盘中 到了9689这个地方 箭头翻空了嘛 那时候大户也开始翻多 又从做多 便去做空 一趟再给它空下来 昨天对不对 来回这样子 都快90点了 那我说过 昨天后来盘中 这个9648 可做可不做嘛 如果有做的话 多个十来点也不错嘛 所以你看 昨天对不对 你这样来回冲一冲 已经将近快要100点 今天也是一样 就算重量比多单 来回对不对 已经也7080 将近80点以上 如果你 你重量比空单也做的话 那已经超过100点 各位你自己看 我说各位 做期货 各位你每天对不对 你不要管盘是如何的震荡 我跟你各位讲 我也这样各位 做期货 如果你看这种东西的话 你铁定没办法做 我请问你各位 如果每天你做期货 你看这是这种东西的话 我问你 你怎么做 开盘 开盘跳空下去 这里是不是底部 这里是不是低点 冲上去以后 对不对 冲到这个地方 冲完了没有 冲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冲完了没有 好 重点是 跌下去以后 跌完了没有 这个地方会不会继续往下杀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 如果做期货 你看这种图的话 我说 我说你 没完没了 你不会你不要说操作 你光是看了 你都看得头晕脑胀 对不对 这种盘中 这种江波图 你拿什么做依据来操作 看到都头晕脑胀 但重点是 不论每一天 对不对 盘中 盘中啊 大盘是如何的震荡 但是问题是 不管它怎么样震荡 但是问题是 透过维国庆 用大户指标跟箭头 把整个的盘情 重新把它整理之后的话 那各位 实物上的操作 变得多么的简单 对不对 做多以后 短线有震荡 但只要箭头没有翻空 我就抱着多单 大户反正也在做多 对不对 到了什么地方 箭头有翻空 大户没有做空 好 多单跑一趟 空单不做没关系 下来以后 9655从今开始翻多 大户还在做多 两者同向 赶快再做 9685多单跑一下 后面做不做 看你自己 你是比较保守型的 还是比较积极型的吗 那各位 我是贵 美国庆 发展到期货 已经可以发展到 还可以让你去挑的 要不要做 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 对不对 昨天不是也是一样吗 昨天盘中 记不记得 9689翻空以后 下来对 大户就反手做空吗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种东西 我把整个盘 我把昨天也给它敲出来 我们稍微再看 再看长一点好了 唉 我跟各位讲 那这是昨天了 对不对 昨天一开盘 昨天的盘 不是很奇怪吗 我对我跟讲 我对我 昨天是个很特殊的盘 大户只做前面 做前面那一点多 后面都在做空 对 我说寻常来讲的话 大户通常一天的方向只有一个 要多就是一天多 空就是一天空 对不对 但昨天是很例外的状况 前面多 好 但是也无法 一样 箭头翻多 大户做多 两者同向 赶快做 后来盘中 9689翻空 大户开始从 从多变成空 在空上下来不就好了吗 这贵 盘式的表情就贵 不论它如何的刁砖 如何的大量 大幅震荡 如何的重 但是贵 我再讲一次 透过维国庆大户指标 加上箭头两者同向 贵 这个期货 变得多么的容易 我就讲各位 你看各位 维国庆 带着会员坐当初 我们一天出手 都是一次两次 没有说什么 做当初 什么冲五次 十次二十次 我能够没有人 做这种动作 真正希望做得好的人 做当初 各位 次数不用多 因为你 因为你做得对 你懂这个意思吗 很多人做当初 为什么冲来冲去 是因为做错 一开盘 哇 已经做得乱七八糟 越错越不甘心 想说 后面我后面 要搬回来 就越搬越错 越错越做 一天去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吗 那各位 你做希望 你希望说 每一天 就这样稳稳的 对不对 搭着箭头 搭着大户 两者同向 我就做 会一天出手 一次两次 还是你每天 真的为了那个盘 搞到焦头烂额 一天冲了好多次 八来八去 要哪一种 那各位 你自己去选择吧 就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先休息片刻 如果想要掌握 想要掌握更多 这个起荷操作技巧 刚刚回来 等你了解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創造滿意的投資績效 諮詢專線02-2542-8999 2542-8999 我想要iPhone 7 快去亞太電信 我想要iPhone 8 快去亞太電信 我每年都想換新iPhone 就在亞太電信哦 免等約滿 免為約金 到亞太 半年即可換新iPhone 歡迎喜馬申辦哦 亞太電信 過表震度 猛烈來襲 再等兩天 加州大地震 雇我家這個小淘氣 已經夠手忙腳亂了 再加上五個同學 這時 我的頭緒好痛 疼痛 閃開 森林之王又回來咯 全新普拿藤 止痛加強定 含Optizor瞬解技術 臨床證實 能有效打擊較強疼痛 24小時 排出體外 普拿藤止痛加強定 打擊較強疼痛 生活更精彩 樂物網的物件比這棵大樹的葉子還多 我們數給你看 經過九天的實驗證明 大樹有26萬片葉子 而樂物網的物件居然還多了1萬以上 樂物網有超過28萬筆物件 真的比較多 快上樂物網好物多更多 我們有一個藥物 我們不是在控制 我們會跟我們有什麼東西 周羅紀世界 6月10日盛大開幕 永成國際投顧 誠信專業永新 堅強的研究團隊 創造滿意的投資績效 責詢專線02-2542-8999 2542-8999 歡迎回到大盛先機 今天騎現貨是同步走洋的 那我們就從網面來觀察了 外資的現貨是小買了25億 不過期貨的空單還是有4000多口 以此明天的行情怎麼操作就很重要了 趕快就把鞋交給魏老師 好啊 那各位今天開盤開這麼低 為什麼打到9601 是因為打到強勢預判的那個波段支撐 就沒下去就上去了 那各位那明天 所以跟各位講你看 你昨天要是我打電話 今天貴人點完那個話 你今天已經很幸福了 那今天也是一樣各位 今天收了盤的時候 已經都知道了 各位從強勢預判來看的話 目前的下漲支撐 從今天的開盤 已經慢慢提升到在這個位置上 也就是說各位 明天那個盤 如果盤中開盤以後 又來回做震盪的話 那你要知道 明天什麼地方是一個相對的低點 是一個做到最好的位置 不要注意這個地方 所以各位 如果昨天要是 要是你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要是你沒把握這個的話 你明天不要再漏掉這個了 我跟各位講 各位做期貨 反正每一天不就是要知道當天的高低點嗎 對不對 我說這是最基本的東西嗎 當初很重要 但真的很重要 每一天的高低點 各位這不就是每個人夢寐以求的嗎 每天都想說 今天這低點高點在什麼地方 各位你每天都在想這事情不是嗎 我今天都幫你做出來了 每天的觀點就在那個地方 好啦 各位 好 那反過來講 那股票呢 今天的指數算是來回做震盪了對不對 那各位問題是 強勢股還是強勢股 洪捷科 洪捷科 洪捷科還是很強 洪捷科還在闖破單新高 那各位 你有沒有這種股票啊 洪捷科這一波從5月4號 新的這一次從645塊錢上來給我 我幾乎天天給你講洪捷科對不對 但各位我希望 如果說你股票也有在做的話 我真的希望你現在你手上是這種股票 各位說因為現在台股很可憐 一個台股兩個世界 對 一個台股兩個世界 各位真的 漲得一直漲 對 漲得就是那幾支而已 你很多人說 哎呀 漲這麼高不敢追 但是各位你不敢追 那就是主力人家知道說 對 閃貨你不敢追 我就找拉給你看 但不過當然了各位 這些股票之所以漲 也不是單純只是因為在漲 確實因為它的基本面 真的是很強 所以各位 這東西來講對不對 洪捷科能夠一路闖新高 不是單純漲啊 是因為它的基本面真的夠強啊 再加上有沒有 因為在違規性的先行動裡面的話 這一波從645塊4 各位這真的從5月份到現在 我幾乎三天以後跟你講說 各位股票 洪捷科 洪捷科 跟你講了多久了 好 洪捷科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呢 另外還有百合 其實也算是強制股了 因為百合經過短期的 來回整理之後的話 今天似乎開始 尾盤也開始有點在轉強了 而且重點是因為 大戶還在持續在買進了 所以這種股票來講的話 基本上也都算是個強制股 百合這一波 從41塊度到現在 已經漲了117% 要是你去做融資的話 那這真的叫做賺一倍 應該是叫做兩倍了 各位 中間只要沒有賣訊 就展給你看 OK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各位 這些股票都是強制股 另外上陣 上陣經過短線的震盪之後的話 陸股又飆嘛 又飆 那雖然說今天短線 有一點震盪也不差啦 那看來 各位 如果我們以上陣兩倍的ETF來看的話 所以今天有點震盪 Anyway 反正基本上是處於買進的位置 就不用怕了嘛 所以各位 中間反正一樣 破斷什麼時候結束你不用猜 到時候破斷有出現賣訊 那就是破斷結束的時候 這樣就好了嘛 所以各位 中間也是一樣 所以各位 我就說各位 在目前這個接股眼上面 如果你是有在做股票的話 強制股它就是強制股 你就跑著就抱著對不對 抱到它出現破斷的賣訊 你說老師 那我怎麼知道 什麼國外有破斷的賣訊 那看見現金系統就知道啊 哪裡有破斷的賣訊 各位我最簡單對不對 我以這個紅捷科給你舉例子 前一波紅捷科你自己看的各位 什麼地方是 是股票該賣的時候對不對 什麼地方有破斷的賣訊 買進什麼地方該賣就賣嘛 從哪裡可以重新買進啊就買嘛 就這樣做的 這一波還沒結束 沒有賣去就還沒結束 所以各位不要忘記了 另外大盤明天的關鍵點在什麼地方 想預知的話 管你弄電話進來 好 接下來先把有時間 留給投資朋友了 可以看到呢 今天台股市差一點點 就可以收復9702點了 那麼究竟呢 明天期間會不會怎麼走勢呢 還請持續鎖定大聲先機了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